南韩仁川机场再度出现人潮 4月起只要有完整接种证明 都可以免除7天居家隔离 吉祥物向旅客挥手欢迎 来自新加坡的旅客相当兴奋 南韩民众也出现报复性旅游 电视国务平台一小时内就卖出将近3000组南欧套装旅行 下午一行程一小时也狂销1200组 两者合计5亿多台币 海航海计划下午一航线一周增为5个航班 马来西亚也重新迎来外国游客 空母人员列队欢迎 新加坡这个月完全接种者也不需隔离 日本方面也计划近期开放边境 纽西兰则先开放澳洲游客入境 奥克兰机场出现家人相拥而弃的场面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更高的绳竹 周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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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